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赢球射门 进球这是一气呵成啊 射门非常漂亮 但是助攻的队友得记头功 是的 是的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这里进球 张林鹏 边路比中路人少啊 因此发挥空间也比较大 射门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 对什么也没什么威胁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他的对方意图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一脚漂亮的直塞 这是个好机会 球进了 恒大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看一下回发 这样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接下来这招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导播给我们切了另一个角度的进球画面 他用一个漂亮的拦截把球枪走了 他没有着急出球啊 是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广州恒大改新了比分 回归一下进球的过程 突入禁区 然后突然传了一个倒三角 随后的这招打门也是力量感十足啊 看得人热血沸腾 现在让我们来从不同角度来重新欣赏一下这个球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还在继续带球 尝试横传找进区里的队友 好球 非常精彩的凌空抽射打得太棒了 这一次他们还是选择了边路击球 不过这一次的传终非常到位 然后他迎球而上 直接一脚凌空 这种球简直是百看不厌啊 把球转移给边路的队友 保利尼奥 进攻队员过得很轻松 防守明显不在状态 他再进一球 今天已经两球入仗 对方好像他也没什么办法 一起回顾一下进球过程 保利尼奥摆动了防守 把球传出来 好 下面我们再来一起观赏一下这个进球 成功接到了队友的直塞球 又攻过来了 又是他打进了第三个进球上演的帽子戏法 今天他感觉是怎么打怎么有 有时候啊 越是简单的东西 越有效果 比如他们这次的倒三角传球 接下来这招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杀到前场 这是巴坎布 这脚上门没有打进去 接下来他得非常小心 不过换做其他裁判 他可能早就掏牌了 对 黛鑫 能先合出 对 对 不过去 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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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珠拒之门外 尔坎布 漂亮 球进了 编采果断的举棋 示意队员在射门的时候越位 场边正在庆祝的球迷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 你觉得这个编采的判法准确吗 现在从回放来看 的确是一次越位 虽然越位不到一个身位 但助理裁判的站位选得非常好 看得非常清楚 啊